詞曲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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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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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死掉连他妈妈 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 约瑟屋里面从小里面 就从年轻的时候 中间里面这里开始 我认为从这边离开开始 如果他真的是有连续的话 当矿工完了以后 他就已经会去当什么 搞不好他最后还是回到他 很兴趣的诗人 所以他最后再努力的写诗 然后他怎么维生 他其实开了一家 二手书的书店 二手书的书店 所以他是很随性的 有时候他是很随性的 第一集里面他这种随性是什么 他快要回去了 回去妈妈都已经死掉 他快要回去的时候 有一个女的进来 提了一瓶酒 然后他说 你有一本书吗 杂志的书 有关做菜的料理的书吗 他说找到 最后找到 那个女的说 我能不能用这瓶酒 换这瓶书 他说好啊 马上就说好啊 他也不能说 这瓶酒到底多少钱 这是到底年份几年 他都没讲 那本书到底多少钱 就很随性 他就这样的一个人啊 所以后面的话 他还回去 慢慢的从妈妈里面 所设定的一些 慢慢走入妈妈所设定的 那个空间当中 包括妈妈说 叫这个女孩子说 你一定要带她去还愿 还愿要去杀一只羊 这个是 这个整个故事 然后这个女孩子里面也是一样 她都几乎要回去 然后那女孩子 都已经下车了 可是她又有一种 某种缘分里面 她又回去 这当然里面就很擅长 处理这些东西 其实人际之间里面 就是有些很多奇妙的 一种所谓的 一种偶然或必然 那这种的话 有时候我们是 不是人力可以去掌控 你明明要想要 是跟他讲些什么 我都已经算计好了 到时候我见到你的时候 我要跟你说什么 结果就因为某种原因 很轻易的一个角度里面 就让你那话讲不出来 而那个人里面 你就刚好是转身离开 所以你觉得很恶吗 你没办法 那你很问 你当时为什么不赶快做呢 可是生命里面 本来就是这样 那很多的误解里面 也就由此而来 不见得是 耶稣夫对他妈妈不好 也不见得妈妈 对耶稣夫不好 其实两个都非常关心 对吧 这个就是生命当中里面 非常奇妙的地方 很奇妙 然后让我们会觉得 有一点不可思议 可是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更必须要去专注 在生命当中里面 对啊 因为它里面会产生 很多神奇的一种现象 不过这部电影里面 事实上我认为 还是有它的一种 坚固的一个思考的一种力量 也就是它的结构性 看起来没有 那事实上还是有 简单来讲 就是一个儿子里面 面对母亲里面 即将要有第二寸的时候 他心中里面产生了一种惶恐 第二 他还努力地想要去追索 他生命里面的一种未来 可是抓不到边 所以就这样子而已啊 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 在我们台湾这个世界里面 难道没有这种情形吗 还是很多啊 你努力去看 他其实就是把现况里面 很一无一时的 一无一时的 把它做了一个 非常完整上面的一种呈现 请说 老师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联系 这个软 还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